首先,就我们经营的松枝化学,Pine Chemicals,最简单说明。 Pine是英语的松树,Chemicals是化学的意思,因此就是松树的化学。 松树和其他树木一样,通过光合作用,在太阳能的作用下吸收二氧化碳和水。 排除我们不可阔缺的氧气,另外从根部吸收水和氧分,合成纤维素以及化学物质而成长。 因此,松树简直可以说是自然的化学工厂。 而且,只要有太阳和水,松树就会成长,通过枝树造林,就可成为永不枯竭的可再生资源。 那么,从松树可以得到哪些化学物质呢? 将松树的树叶及生松脂蒸柳,即可得到属于树脂成分的松香和属于溶剂成分的松结油。 松结油可用于油化,但在石油精练瓶产生之前,被广泛用作涂料等的溶剂。 还有,树木当中还有作为油分的脂肪酸。 这张图中有陀尔油脂肪酸。 陀尔在瑞典语中是松树的意思,是作为松树的脂肪酸而分类的。 哈利玛化成用这些物质加工成化工产品,应用于各种用途。 从松树提取这些化学物质的方法有三种。 历史最悠久,而且至至现在仍然是产量最多的方法,是在树干部位割口。 采集生松脂,通过蒸柳获得脂松香和脂松结油。 其次,是将采伐松树后的树桩切成木片,用溶剂提取成分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将用松木制作造纸原料纸浆时产生的副产品托尔油进行蒸柳。 通过对托尔油的蒸柳,生产托尔油松香和托尔油脂肪酸。 松香以及脂肪酸广泛使用于各种产品。 在印刷油墨中,为了让颜料均匀地附着在纸张等印刷载体上,就要使用松香。 涂料中作为制造纯酸树枝时的原料,要用到脂肪酸。 另外,在焊接时用到的焊膏中,松香是不可或缺的。 在轮胎使用的合成橡胶中,制造丁本橡胶时,松香作为乳化剂而使用。